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财富管理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 发展是非常迅速 财富管理的第一个 它是一个有巨大的南海 现在的中国的居民的可支配的 个人可投资的这种资产 差不多已经要近200万亿了 有不同的统计口径 但我看了一些报道 差不多200万亿了 我们的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是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人均的GDP 已经要达到一万美元了 快就是在下一个十年 我们中国一定会进入到高输入的国家 高输入的国家的标准 按照联合国标准 差不多就是12000多美元 那一定就是在今后的几年 就在这个十年中间会达到 成为中国就作为一个人口这么大的国家 我们进入了世界上的高输入的国家 所以可以看到 这种就是有这么大的巨大的一个机会 但是同时财富管理 它和其他的所有的资产配置运作管理是一样的 它又遇到了所有的这些风险 它都会遇到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 等等这种市场风险 对所有的资产管理行业 它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你无论所谓三大类吧 我们说的 无论在那个equity 在那个股权类的资产 上市公司股权类资产的配置 这个大家知道 对吧 这个市场的风险 这个股市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 那么在债市的风险 情况也是一样 过去呢 大家觉得债券是一个低风险资产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完全的 因为除了国债和少数的这种 这种就是除了这个这么说吧 除了一些一些经济非常好的国家的国债 和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的债务之外 绝大多数的债券类的投资 equity的固定收益投资 实际上它和我们现在的 就是信贷类的资产 就是一样是具有高度的信用风险 那么过去为什么他感受不到 是因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银行的一些资金池的一些管理的办法 他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 给了一个兜底 给了一个刚性的一个成队 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大量的资产管理公司 现在都是静止化管理 那今后一定往这个方向再快速再走 所以你投资者要承担风险 包括你对这个债券的投资 无论是企业债或者有些地方 这个在地方政府发行的一些债券 都会承载或者或多或少的一些风险 所以他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把它看成低风险的一种业务 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另类的投资 这个另类投资当然设计面非常广 有的就是像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等等各种这种未上市的一些股权等等这些 这个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同样和其他的资产也存在各种风险 所以我觉得对财富管理市场来看 机会和风险实际上是并成的 关键就在于什么 在于专业 这个唐总一直讲了 这个一线公司一直非常突出强调专业 所以这个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因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高竞争客服 或者超高竞争客服 在这个非常复杂的金融市场过程中间 要个人凭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把握这个风险 也是非常非常自然 所以这个情况下面 大家会选择一些优秀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我讲这个就是未来会形成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品牌 这种逐步凸显 一些优秀的公司的品牌凸显 这会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